各位网友大家好 近段时间都常常咳嗽 咳嗽到停不下 这样子就不停地夸 有人就说咳嗽 狗咳嗽 小心,肺肺有点 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就可能要留神了 你喉咙不舒服 常常常都会咳嗽 原来可能是有癌的问题 患症白 这么恐怖?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为什么咳也会生疾病呢? 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案例 讲解一下 为什么会有关 而且可能还会有机会遗传 每个人都像传染病 不是吧?这么恐怖 原来一位42岁都很年轻的杨女士 她早前确诊了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和咳有关? 不是吧? 听都没听过 所以就要听了 而讲到最恐怖的地方 跟她去医院的弟弟和她妈妈 在医生建议的情况下 一起做身体检测 想不到 不厌油自可 一厌就吓死了 全部都有 即是一家这三口 全部都有癌症 和一样甲状腺癌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一位杨女士 她说整家人 到现在都很心肝 想不到会一起出事 真是幸好她说 真是听到医生说 走去咳咳她 否则真是很麻烦 那为什么会无端端去咳咳呢? 原来话说 在去年10月 这个杨女士的喉咙 她发觉有点滴滴 整天都好像有东西 黏着喉咙上面 整天都想咳咳 有时候大家都会 吃饭 又或者干燥 在一个冷冻的环境 或者喉咙有点痕 都会无端端去咳咳 其实我之前也说过 咳咳是一个反应 你的身体是一个保护机制 因为可能有些病毒入侵 做一个动作 令到那些细菌 经过脆异分泌物套出来 所以我们也要留神 究竟为什么会无端端去咳咳 是否伤风感冒 这个杨女士因为经常这样咳咳 就去了医院检查 一天检查就发现出现了甲状腺 恶性肿瘤 更加侵犯了气管和喉反神经 后来他去了肿瘤科医院看 医院的外科医生 评估之后 就马上要他快点做手术了 原来甲状腺癌 其中有一个特质 就是会家族聚集 怎样为家族聚集呢? 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话 有血缘的关系 就像近亲的血缘关系 父母、弟妹、哥哥、哥姐 都是有机会同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医生立刻叫 这位女士的弟弟和母亲 都接受甲状腺的检查 而这个女士手术后 第二天 弟弟接受甲状腺的超声波检查 发现是5级 就是恶性风险 大过90% 立刻就说要进行甲状腺 刺穿检查 做好手术心理的准备 后来母亲也接受 这个超声波检查 同样一样的结果 根据这个检认结果 三个人都在甲状腺、乳头、脏癌 医生立刻帮他们一家人安排手术 幸好手术成功 顺利出院了 由于发现得早及时 她妈妈和她弟弟做完手术后 只吃药定期检查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无端端 一家三口都有甲状腺癌呢? 其实这是家族性的问题 不是传染的问题 也不是无独有偶的 其实也试过有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一家四口 同样地在六年内 先后被检验出甲状腺癌 所以甲状腺癌是具有家族遗传的特点 这件事要留意 甲状腺癌是否真的有多大影响呢? 其实当家人患有甲状腺癌 你们真的不要大意 是基因嘛 所以大家都可能要留神 究竟甲状腺癌有什么症状呢?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甲状腺癌 有人觉得会不会是女性特别容易出现呢? 这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如果家里的女性有的时候 可能男性也要去检查吧 因为甲状腺癌 本身是在喉咙底部靠气管 大概在喉屈下方 胸骨的上方 形状像一只蝴蝶 分左右的 正常健康的甲状腺癌 看见不到就能摸摸 亦这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 甲状腺癌就是内分泌系统上的癌症 当然了 有什么症状呢? 正常 正常是没感觉的 原来就算你患了甲状腺癌的患者 也未必能摸到才能感觉到 在例行检查才能看到 但如果肿瘤持续胀大 就可能会看到一些精作 就是你的颗颗开始胀了 感觉上你好像穿着那些津领衫 箍颈开始箍颈了 而且摸到颗颗有肿块 皮肤表面红薄薄的 因为有肿块 就像人家生暗瘡那样 压住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就会出现一些 红薄薄的症状 甚至乎... 大家都知道 把颗颈好像有东西握住你 呼吸也不会太顺 除了呼吸也不会太顺 吞东西 吃东西的时候吞东西很难 吞东西会很痛 会痛到耳朵旁 因为压住神经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痛到上头 好像肩颈痛 有些人肩颈痛 会痛到上头 因为筋膜是关联的 筋络 筋络又会痛 到那个位置会互相影响 拉扯 所以大家不要忽视 经常找病去做 我头痛 糟了 我头痛是不是脑有事 其实那些不一定是在里面痛 可能是肌肉 筋膜痛 为什么筋膜 可能拉到手上 原来原先是什么 筋导致你痛 在你的手 或者你的肩头 或者在另一个位置 你找到那个位置 你才可以完全清理你的问题 另外有些痛错 又或者另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感冒 但是长期声音沙咬 或者咳 刚才那位女士 就是因为无端端咳 又不是感冒 又不是病 无端端说两下 眼睛好像有些东西在喉咙上 这样 这个可能要留意 但是当然 你说有这些情况 是不是真的立刻会患癌 其实未必是 不要太紧张 如果有忧虑的话 就去找医生了解 其实通常有人说 为什么会有甲状腺癌呢 但是在科学上 仍然不是很不明朗 有些举例 我们经常说 健康生活 健康饮食 什么都要健康 那何为健康呢 当然如果你吃得 那些腊杂多的 当然不要说甲状腺癌 其他问题也会有 你不做运动的 也是 痴肥 痴肥 高血压 血管病 三高 什么都齐齐 不要 我们不要总是觉得 你想不要这个病 就要撇除这些东西 其实你只要肯做其他东西 你就自然很多病都会不见的 这件事情也是很老实的 我们经常说一些不同的病痛 我们经常去分析一些不同的病 但是你会发现到 我们经常推介一些健康的饮食 健康的习惯 有些行为去改变 其实你会发现到 殊途同归 原来很多事情都是 只要用一个方法 就解决了很多问题 这个结是很容易解决的 是的 你要解决这个结 只不过是用对手解决一解决 但是你不是 你不断死拉死拉 那不行了 这个结就只会越逼越实 那么当然 甲状腺本身也会和另一件事 有关系就是和放射性 长期暴露在放射性物质附近 又或者你经常都需要接受 放射性治疗的人士 有机会出现了甲状腺癌 另一件事就是关于遗传的问题 或者你本身的职业 和环境暴露一些污染的情况下 或者是一个低点化的饮食 有人就说 怎样为之低点化呢 那就... 因为通常 你有这个甲状腺異常 有人就觉得是否吃得咸多 吃得咸淚多 是不是 那就... 因为... 其实我们要看一个原因 就是甲状腺異常 可能功能低 或者突然很厉害 甲状腺的结节 或者甲状腺癌 属于甲状腺的異常 但是无论你属于哪一种也好 其实都是需要限制点的摄取量 那为什么甲状腺的机能 叫低下的人都不应该... 你会这样想的 你说抗进啊 就是很high 甲状腺很强劲啊 是不是因为点影响得到 所以才要减 是不是 或者甲状腺癌 那是不是应该吃低点的东西呢 其实原来所有甲状腺有问题的人 都有医生建议 就是尽量吃点的食物 因为甲状腺低下 通常都是自身免疫力造成 原因就是缺乏了甲状腺素 而不是缺点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要知道 那个根在哪里 我刚才好像这么说 虽然甲状腺素的原材料之一是点 但是点过多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所以对于甲状腺良性结节的患者 吃得太多点 就会令到甲状腺细胞增长得太多太快 容易出现了这个结节增长得太大 所以就要低点饮食 而甲状腺癌进行点的治疗期间 就真的完全不能够吃到任何点的东西 因为可能会有影响 所以大家尽量要吃一些低点的食物 何谓高点的食物 例如吃那些紫菜肝 吃那些海带昆布那些就很厉害了 吃蚝 吃蚝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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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比较厉害的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万一你预讨这些甲状腺有问题的人 在饮食上如何去小心一点呢? 可以告诉大家 不用怕的 因为有人说 癌症是否会命不保 在现今的人类医疗技术上 其实也不是这么恐怖的 甲状腺癌 算是人体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 存活率最高的癌病 不过我们要留意一下 甲状腺癌治疗期间 就是刚才说的 需要低点的饮食 除了刚才说的食物之外 还有什么需要避开呢? 恢复期时要怎样呢? 有什么要避免吃? 刚才说的海产类 高点量的蔬菜 菠菜、椰菜花、菇类、蒜 海藻类、昆布、海带、紫菜之类 加工业制类 炸菜、梅菜肝、牛肉肝 所有乳制的产品 牛奶、乳酪、乳酪、雪糕 蛋黄、含全蛋类 或者朱古力部分的东西都不好吃 含有红食用色素的食物都不好吃 多少东西都不好吃 大豆类的制品 豉油、面糞都不好吃 另外含点的药物 或者维他命 感冒药、咳药水都尽量不好吃 有什么可以吃呢? 淡水鱼 淡水鱼 大量新鲜的蔬菜、蔬果 新鲜的肉类不要带皮 蛋白非典制成的面包 又或者不含奶类的茶 喝水就最好 或者喝柠檬水 吃五谷的杂粮 吃一些比较原始 没有经过加工的坚果类 这些也是一个挺好的食物 当然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还有一些饮品 原来尽量不要喝的 如果甲状腺癌的患者 在低点饮食期间 尽量避开什么鸡精 或者加上奶类的咖啡 例如三合一咖啡 辣椒 cappuccino 总之下了奶就尽量不好吃 如果你不在療程 或者正常生活期间 你可以喝的 但也不要喝太多 因为可能加了很多东西 所以 原来咳嗽也有机会 甚至乎 原来这样导致一家三口 甚至乎你家人也有机会有份 就不是属于他去传播 是纯粹因为家属为存 好了 今集先说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 拜拜